我們請黃包署 部長請 好 衛署長 黃包署衛署長 學員午安 午安 今天早上聽了很多委員的質詢 高雄市政府 它議會通過 正式通過了沒有 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的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是不是已經通過了 看報紙上是這樣報導的 是這樣報導 是通過了 還沒有刪讀 我看了好像還沒有通過 還沒有刪讀通過 有報紙也有在呼籲 說要慎重的考慮 所以可能署長 你不清楚到底有沒有通過 我看了好像是 還沒有刪讀是對的 這個進程我沒有特別注意到 議會還沒有 所以它這個是市政會議的決議嗎 不好意思 市政會議的決議而已 我沒有注意特別清楚 我是看的報紙 好像是議會還沒有通過了 那到底能不能通過 那就看往後的發展 但是很多專家學者 很多官員 也很多民意代表 都發表他的見解了 那我要請問就是說 當然它這個草案是要求 石化管線埋涉在高雄市的業者 他說明年底 明年底前總公司一定要 遷到高雄市 一定要遷到高雄市 否則禁止管線續用 這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請問署長 為什麼一定要簽到高雄市 我想這個當然不是我們環保署管的業務 不過我剛才上午我也有回答 也許您也有注意到 就是任何一個公司 它的總部我認為只有一個 那如果各縣市呢 都有這樣的決議或這樣的要求 那這個作為我們產業的經營者 它就有困難 不是 假設它有兩個廠 那這兩個廠分別在兩個縣市 那都要求設總公司 你怎麼辦 就是有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再 很大的問題 再把它切割的細一點 如果一個縣或一個市可以這樣要求 那我們可以再問 那區可不可以要求 鄉可不可以要求 鄉可不可以要求 這就跟我們地方自治 這個地方自治法 乃至中央跟地方的權限之間 這是值得討論的 是沒錯 我們基隆很多 我們基隆市也是 離台北市很近 我們都很亂談 總公司都設在台北 包括很多很多 船務公司很多都在基隆 可是總公司都設在台北 那假如這樣的話 我們基隆也可以自治條理 把這個總公司設在基隆的話 營業稅多少分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真的要仔細考慮了 而且這跟自由經濟 我們要發展 外國要來投資 這個應該會有影響吧 我想上午也有 這邊也有我們同仁有回答 這個還是憲法保障基本人權部分 你有遷徙啊居住啊等等 就廣義來講 公司總部設在哪裡 跟這個也是相關的 那還有其實很多事情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中央單位 也是說總公司設在哪裡 那行政單位設在台北 其他的總公司要設在高雄 比如這樣講 其實總公司設在高雄 有時候是很不方便的 對一個比較有國際化的一個產業的話 他的總公司都設在台北 為什麼 因為台北是一個國際都市嘛 你有很好的旅館 很好的會議室 然後呢還有機場也進 接待啊什麼都方便了 所以你說一定要強迫說 你的總公司要設在高雄 並不是不好 也可能造成很多不方便啦 不方便 所以很多這個產業呢 它的總公司很多都是設在台北市 都設在台北市 那你說要強迫他說 一定要設在高雄 或者設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就像書長講的 這個對自由經濟 對我們憲法規定的 這個企業應該也有 要設在哪裡的自由嘛 那工廠應該有設在哪裡 也是沒有辦法去這樣子勉強的 所以這個草案呢 現在議會還沒有 大概還沒有 還要可能還會繼續討論 我們看到以後的發展 但是呢 我是覺得說 這個 對這個企業自由 營業自由的這個精神 還有違反憲法的保障財產 跟營業權的這些 都應該 高雄市應該好好的思考 那也怕說 別的縣市也仿效 大家都來做一個相關的一個自治條例的話 那會造成台灣經濟的發展呢 會有很大的影響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就是說工業管線的管理 這個自治條例 那我們要問 好 請回好了 我們要問 謝謝 好 經濟部次長 經濟部次長是誰 那個 次長請假 那現在就是有那個工業局 呂副局長 喔 副局長 呂副局長 許委員好 高雄市發生這個很不幸的這個氣爆事件之後 真的講 那這個作為經濟部的長官 對這個氣爆之後 所牽涉到的工業管線的管理 裡面有沒有什麼 在這個氣爆之後 裡面有什麼特別的一個措施 有沒有 或者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還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就是在去年7月31日高雄發生氣爆之後 因為我們發現在地下管線 尤其工業區以外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類為一個工廠的延伸 所以在去年我們9月就已經發布這樣的一個解釋 所以對於工廠的這個延伸出去的話 工廠負責人也要做相關的一個維檢的工作 那第二個是今天早上有一些委員在詢問的時候 是說有關可燃的氣體 以秉息並不在裡頭 所以呢我們在10月份的時候 也拜託消防署 就大家共同研討之後 把一些工業氣體的部分 那是可燃易報的這種情況 把它納入工廠管理輔導法裡頭 來做規範 那第三個部分呢 因為院裡頭也成立了專案的小組 所以呢我們針對工廠管理輔導法 就把氣爆之後遇到社會的討論關注的部分 大家怎麼把安全地下管線做好一點的部分 希望朝向工廠管理輔導法來做一個修訂 那這個目前還要做進一步跟高雄市政府在做討論 那當然我們也當初就有三個月密集的做 每個禮拜做一到兩家的廠商的這種管線 每個管束的盤點 梳理 以及做一些檢測 那因為事件發生之後呢 希望能夠把這個管線的安全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有做這些工作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好 因為這是有關民眾的一個生命財產的一個安全 我覺得不管我們中央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真的要密切合作 把這個管線的管理 因為我也聽了很 說真的不只是工業的管線管理 我們其他 我們很多縣都在地底下 實在是真的要好好整頓一下 但是既然是高雄市氣泡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工業的管線我覺得更嚴重 因為它傷害可能更大 所以這個你們這樣處理的這樣一個經過 跟高雄市這樣一個合作 大家都滿意嗎 我們目前像剛剛講的氣泡之後三個月 可以做一些檢查檢測等等 是中央會同地方包括消防 包括環保 包括勞安等等 大家一起 所以大家目前這樣其實是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好 現在好 你請問我請這個內政部好不好 好 內政部 我們林次長 林次長 不管是氣泡發生 這些救災的消防能力 救災的這些義務協助的這些組織 我們都看到他們的勇敢 看到他們真的是不惜自己生命 這樣子去救災 還有那個復興空難 我們都看到了 那就是我們發覺說這些 尤其是義務協助的這些災害防治的這些組織 這些義務的這些人員 他們的死亡的最高理賠 我們都有幫他做意外的保險 但是死亡最高理賠 各縣市都不一樣 因為財源不一樣 所以他的理賠都是從大概是40萬到650萬 真的差很多 差很多 我覺得內政部是不是應該協調各縣市 至少你有最低門檻的一個保障 現在目前像我知道台北市是330萬 一個人死亡 因公死亡 那個嘉義市是650萬 基隆市還不錯 300萬 可是有的更低很低 最低到40萬 我覺得這樣不行 人命 這個草檢人命 我覺得真的是至少你要有最低門檻 所以我是希望說內政部應該去協調 你財政再怎麼困難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去做個協調工作 這門檻要提高 報告許委員 這個部分我們消防署有 有在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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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預銷人員平常救災安全的這些保險 我想的不是預銷 我想是所有的其他團體 很多那個救災 包括有認證的民間的收救的團體 他只要平常有跟地方的消防局登陸 然後協助救災 只要有這樣的事實 消防署都會補助各地方 政府經費幫這些人員 辦理各項的保險 意銷我知道有經費 民間的收救團體也有 民間的收救團體 只要他是有認證的登陸 跟地方消防局 共同來協助救災的話 我們都有補助他這些保險的經費 那這些經費到地方政府以後 地方政府會依照他們的這個採購的相關規定 那他們的一公使完最高裏賠金多少 各縣市不一樣嗎 我這裡資料是40萬到650萬 那為什麼會差那麼多呢 這個可能就是說 各保險公司 或者說每一次採購的狀況 有一些不太一樣 那我想你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我最後一個問題 經濟部有沒有 對不起我這一分鐘就好了 一分鐘就好了 來 經濟部是 吳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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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水質水量保護區 是 水質水量保護區 是根據自然水法所定的 對不對 那個自然水法第11條 那個 他水質水量保護區 他有禁止跟限制的一些補充規定 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這是環保署還是 應該是環保署 應該是環保署 對不起 是環保署 對不起 那個 為署長 抱歉 抱歉 這個水公司是 經濟部沒錯 應該是沒錯 你們兩個單位都有 那我 我還是請問 我們還是請問那個經濟部的 你們設這樣子的話 他說 這個水質水量 這個保護區 那我請問一下 比如說 像瀝青混淆土 是一種污染性的 污染工廠的 這個非常嚴重的 他在水質水量保護區裡面 上面能不能設置 這樣一個污染性的工廠 像瀝青工廠 可不可以設置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我可能要回去查一下法規 因為這個 你還不清楚 對 上次我就提了這樣 有陳情案 有這樣一個案 是 水質水量 上面 絕不能設有污染的工廠 理論 如果照規定 這樣說明 是不可以 看起來是不可以 但是我可能要確認 這個部分 我要明確一下 應該 好啦好啦 那你到辦公室 早上到辦公室 好到辦公室 今天晚上做報告 謝謝 好謝謝許委員 跟應答的官員 我們接下來請 許天才許委員